但是是为了给你们采价格 我才能够谁吃的 鱼胖现在所在的渔民市场 准备去乘一些 问一个价格 让大家大致了解一下 海鲜的价格 在就近找一家餐厅 解决今天的晚饭 哇 好洗脑 那是好多呀 How much is it? 1.5 OK 4.7 1k了 1k了 OK 7.8 1公斤 2 2 2 1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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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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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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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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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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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2% 1% 3% 1% 2% 2% 5% 2% 我有点纠结 好像现在是100k,50块钱一斤 你别被咳了 100k啊 那我还还没买过去,我去沟通一下 哎呀,感谢遇到你们了 想说是万能的 Fresh Good morning 1斤 1斤 5-4-7 我看没看 这条鱼38块,我买了 OK OK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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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OK 你去 哦 谢谢 哇 你的家庭 同样 哦 谢谢 刚刚那个小姐姐说我这个价格有可能被坑了 管她的重在体验,我反正觉得比在国内看着便宜 这里4.6分骨骼地图 主要是这里能看好,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顺便看看日落 我在海鲜市场撑的海鲜100人民币没有 就在这里加工 加工是1万5亿公斤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炒空心菜 一瓶可可可乐 巴厘岛的最后一餐 感觉一个人吃那么多还是有点瑟齿 但是是为了给你们采价格 我才能够瑟齿的 啊 瞧瞧 终于有spice了 先尝一下这个鱼 人家这个是海鱼 腥味不重 才36块 好香 嗯 嗯 鲜 真的鲜 好冷哦这个鱼 我吃个原味来 培起来没啥刺 我都不知道这个鱼叫啥 嗯 这个鱼烤得可以 才那个 啊 哎呀 汤死我了 啊 啊 好辣啊 肉还挺肥 就是有点烫 嗯 还烹饪的可以 甜辣甜辣的 仔细吃了以后 腥味有点重 新鲜的虾啊 我买的是最小的那种 大的有点贵 他给我喊 17万亿公斤 我买了这三个海鲜 最好吃的是鱼 其次是虾 再其次就是这个螺了 嗯 就是凉拌的 看着很清新 嗯 甜甜辣辣的 我专门给他说的 叫加辣椒 会 加工费吃了 61,875 我点了一份米饭 一个空心菜 大家觉得贵吗 鱼烫把自己剩下的 70多万印尼盾 换成了美刀 美元在哪里都好用 就算我去了新加坡 汇率肯定会比人民币好一些 然后我刚刚我在里面 换钱看到一个事情 人家老美啊 10多张美刀吧 然后人家换了多少钱 10万的 10万印尼盾 换了这么厚 然后5万印尼盾 又是这么厚 人家那个钱才叫钱呢 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割裂 我300多人民币 连50美刀都没有 赔了我五六天的小红 拜拜 拜拜 这家情侣哈 她的配置还有空间的大小 对比仓谷那边 有点对不起她9点几分的这种评估 甚至她的那个服务员挺热情的 这个情侣好多欧美的朋友都是来这里转机啊 就很适合在这里歇一晚再出发 巴厘岛没有地铁什么的 通靠走路进入机场 来到机场的出发区也看不到半登机牌的地方 巴厘收入的那个 订机票的行程单给门口的保王看 进入这里呢 就是departure 然后再办登机牌 然后再登机 鱼胖这趟航班是做亚航 大家看我的个马甲 是不是很有用 我刚刚去称赖一下我的那个背包 9.5公斤 超拉2.5 没有吞云土木的期间 这个东西就全程陪伴我的机场 希望我能扛住这三天 他周围说的好好 贴心的鱼胖给大家分享 巴厘岛机场 屯云土木的地方 就是6号口到7号口之间 看到这个箭头没有 然后向右转 就是还不为贴心的鱼胖点个赞 这么走心 全方位照顾 保姆基因博主 吞云土木 机场内免费的吞云土木的空间 我现在再不吞云土木 第一到达新加坡之后 我的烟不能带进新加坡 如果说要被查到的话 要发死你 然后新加坡控烟也很严 我准备在新加坡的三四天 我都不抽了 给大家做一个巴厘岛机场的小节 很多重要的安检啊 登机啊这些 它都有中文的提示 还是很方便 而且亚航没有很 很倔强的称重吗什么的 还是比较松 感觉都会有操作